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组单词好远熟啊 和我们上节课学过的これそれあれ不会是亲兄弟吧 嗯对他们就是亲兄弟 只不过上节课学的是指代事物的事物指示代词 今天要学习的是用来指代场所的场所指示代词 ここ意思是这里指的是说话人所在的场所 大家跟我读 第二个是用来指代听话人所在的场所的 然后是离两人都比较远的场所 最后是一问词哪里 注意是一调词 现在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造很多句子了 比如就是哪儿 大家想想该怎么说呢 ここはどこですか 对吧 再比如你在哪儿 咱们只要很简单的蹦两个关键词 あなたどこ 对方正能明白你的意思咯 这一组词汇啊各自有一种正中的说法 分别叫做 こちら そちら あちら どちら 这种说法要更加礼貌正中一些 比如说 您在哪儿啊 どちら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这里的どちら 就是どこ 哪里的礼貌语 这几个词可以配套起来记哟 来跟着老师一起读一下 ここ こちら ここ こちら そこ そちら そこ そちら あそこ あちら あそこ あちら どこ どちら どこ どちら 好 这两组只带场所的代词 大家要记牢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一些具体的场所名词 首先呢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教室 日语里也写作教室两个字 读作 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学了教师 你看中文翻译上日语的翻译也很像的 这个教字啊日语里一般就读作 きょう 比如 きょうじゅ 教授 しゅきょ 宗教 好 我们看下一个单词 食堂 しょくど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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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想 如果你刚到日本留学第一天 找不到学校的食堂 你该怎么向别人询问食堂的所在呢 还记得我们上节课学过的 问路时候的大善语吗 这里也是一样可以用的 あの すみません しょくどうはどこですか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食堂在哪啊 嗯 如果这样说的话 对方一定会很乐意帮助你的 好 下一个单词 じむし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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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是一个二调词 写作事务所 一般翻译为办公室 直接翻译为事务所也可以 大家知道日本鼎鼎大名的 ジャニーズ事务所 杰尼斯事务所吗 它成立于1975年音乐 是日本非常著名的 艺人音乐娱乐经纪公司 大家所熟知的 smap tokyo kinky kids arashi news kartoon kanjani heisejump 等等等等非常具有号召力的艺人和组合 都是隶属于 ジャニーズ事务所的 最新的孩子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名字呢 好我们看下一个单词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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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室是市 还记得我们刚刚学的 教室吗 这个室的室 Psalms 是一样的 下一个单词 受付 受付 传达室、询问处 这个词也很实在 比如你去病院、医院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先到受付去咨询一下 关号处在哪儿啊 某某颗往哪儿走啊之类的 这个受付、询问处可是很给力的 下一个单词是大厅、后客厅、休息室的意思 叫做ロビー 还是假设咱们在病院 灌好号以后不得到大厅等着护士叫号吗 这个大厅就是ロビー 好,下一个单词 写作不屋两个字,意思是房间 喜欢DIY的同学下课后可以手动做一个小门牌 写上什么什么の部屋 前面呢是自己的名字 比如youko no heya 叶子的房间 然后呢挂在房门上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温馨可爱呢 好,下一个单词 厕所 トイレ 也可以叫做洗手间 一般来说用トイレ这个词就可以了 如果是女孩子想要说的文雅一些的话 就用お手洗这个词吧 于是我们接下来就要学一句很关键的句子了 厕所在哪里?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お手洗いはどちらですか? 两种说法都可以 大家好好记住哦 在关键时刻 说不定可以帮你解燃眉之急呢 好,接下来是 カイダ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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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成阶段两个字 可意思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指的是楼梯 カイダン 日语中有很多容易让人忘闻声音的词 大家可要留个心眼 别闹出笑话了 爬楼梯太费劲 咱们还是坐电梯吧 电梯叫做 エレベー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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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和电梯 越来越密不可分了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 有空多爬爬楼梯 锻炼一下身体哦 除了エレベータ 我们还要学一个 自动扶梯的日语 エスカレー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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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十几岁 才第一次在大商场里 看到エスカレータ 然后就很新奇地 寸上寸下做了几十遍 直到我妈妈把我拖走为止 有多少同学是跟我一样 喜欢玩エスカレータ的呢 下次我们一起去商场玩吧 好 扯回来 我们来学习下一个单词 国家的意思 其实在第一课的时候 我们已经见过了 在提到对方的祖国的时候 一般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一个 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然后就变成 意思是贵国 你的祖国 这个意思 比如我们结识了一个外国朋友 想询问对方是哪个国家的 就可以这样问 你是哪个国家的呢 你的祖国是哪呢 这个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 公司的意思 这个单词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我们以前学过 会社員表示公司职员 当中呢 就包括开下公司这个词 好 下一个 家 是家的意思 可以指家庭的这个概念 也可以指家里的房子 这个建筑物 好 下一个词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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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是指和大家密不可分的电话 电话可以指电话机 也可以指电话来了 这个电话 我们天天不离生的手机呢 叫做携带电话 携带电话 很形象吧 大多数时候 大家就直接把这个词省略为 携带 所以看到日语的携带两个字 大家一定要明白 那是手机的意思哦 好 下一个单词 鞋子 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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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这是一个二调词哦 我记得我们当年 学这个单词的时候啊 我同学还吐槽说 这个鞋子在日语里 怎么就变成裤子了呢 靴 靴和裤子的发音 还真是有点像呢 这样一来 大家有没有牢牢记住 靴这个词呢 好 下一个 这个单词 领带 neck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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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英语直接音语过来的哦 下一个 葡萄酒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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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啊 也同样是英语转化而来的外来语 应该也不难记 好 我们看下一个 香烟 タバ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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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バコ对身体不是很好 而且还会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 所以希望大家要多爱惜自己和家人 尽量不要吸烟哦 下一个单词 壮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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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台 售货处 卖场的意思 一般在前面加一个名词 就可以表示什么什么售货处了 比如 タバコ壮り把 卖烟的柜台 ワイン売り把 葡萄酒售货处 好 下一个单词 地下 地下的意思 大商场里呢 一般都会有地下一层 这个地下一层就叫做 这个一层的读法有点特殊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还有我们熟悉的地铁 日语叫做 地下铁 下一个单词 什么什么开 或者什么什么该 前面加上数字 表示某楼某层的意思 比如刚刚的地下一层 大家还记得怎么说吗 嗯 そうです 近一回 那如果是要问几楼呢 那就要用到下面这个疑问词 几层几楼的意思 大家一起来造个句子 叶子老师的房间在几楼 你答对了吗 顺便说一下 我现在是住三楼 三階です 每天是走开档上下楼的 很环保哦 下一个单词 什么什么 en 这个en是日本的货币单位 日元 那如果是要问多少钱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 いくら 多少钱的意思 另外 いくら还可以表示数量的多少 那这个用法呢 我们以后再详细的学习 比如说 这个包包多少钱啊 就可以说 このカバンはいくらですか 那双鞋子多少钱 その靴はいくらですか 大家也来一起造个句子吧 嗯 这把伞多少钱 この傘はいくらですか 嗯 很好 最后啊 咱们再来学几个数量单位 百千万 百读做 百 千读做 千 万读做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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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在预备课的时候 教过大家数数 不过 那时候只数到一百以内而已 今天啊 咱们即将突破一百这个观察 还能数到千和万了 具体怎么数 这可是个大工程 老师决定放在本节课的最后部分 带着大家慢慢数 现在呢 咱们还是休息休息 做几道题 准备开始语法部分的学习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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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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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注意这里的名词二呢 它是一个场所 那么这个句型呢 就是用来表示物体或人所存在的场所的 我们一般翻译为什么什么在 什么什么这样 比如 洗手间在那边 电话在二楼 山田在事务所 那么大家也试着造个句子 叶子老师在房间里 要怎么说 对吧 好再来一个 日语书在教室里 对吧 日语书要说成日本語の本 中间可别忘了加表示内容属性的 好掌握了这个句型以后啊 咱们接下来这个例句也就很好理解了 大家跟我读 洗手间在哪儿 在哪里 这也是用到我们刚刚学过的句型 只不过名词二的场所是用了 どこ 哪里来代替了而已 どこ是表示场所的疑问词 询问场所也可以用 どちら 这时呢 它比どこ更加正重 どちら还可以用来询问方向 哪儿 よし 我们看书上的第四个例句 请问电梯在哪儿 在那边 这个提问的人和回答的人都比较客气 用了どちら和そちら 好 这个例句比较简单 咱们就不多讲了 下一个 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 アメリカです 您是哪个国家的 美国 这里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 在询问国家 公司 学校等所属的场所和组织名称的时候呢 一问词不用 哪儿 而是用 どこ 或者 どちら 比如 你想问对方 你是哪个学校的 你应该说 学校はどこですか 同样 如果你想问对方 您是哪个公司的 你就应该说 会社はどちらですか 好 大家记住了吗 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お国 这里的 お 其实是一个街头词 加在听话人 或者是第三者有关的事物前 来表达说话人的敬意 比如我们刚刚学习的这个 お国 表示您的国家 祖国 再比如 電話的前面啊 也可以加个 お お電話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感谢您 给我打电话 不过 大家要注意啊 不是所有的词 都能在前面 加一个 お的 有些词 加了 お就会很奇怪 所以啊 大家最好是 看见一个 记一个 以后大家学到中高级了 懂的东西多了 自然而然 就能运用自如了 好 我们来看 立文六 それは どこの靴ですか イタリアの靴 咦 我们先不着急翻译 先看看这个 どこの靴 是个什么东西 今天啊 我们要学习 什么什么 の 什么什么的 又一个用法 如果名词一 是国家名称 名词二 是产品名称 那么名词一 就是代表 名词二的 制造地 如果名词一 是公司名 名词二 是产品的名字 那么名词一 就是名词二 的制造生产厂家 如果是一问句 问某个东西 是哪里产的 那一问词用 どこ 好 我们来看例子 これは どこのコンピュータ ですか 这个是 哪里产的电脑 你可以回答 日本のコンピュータ です 是日本产的电脑 你也可以回答 IMCのコンピュータ です 是IMC公司 生产的电脑 好 我们回答例文 それはどこの 靴ですか 那是哪里产的 鞋子呀 イタリアの 靴です 是意大利产的 好 我们一起来造个 句子 这是法国产的 红酒 怎么说 これは フランスの ワインです 那辆汽车 是德国产的 その自動車は ドイツの です 这是索尼公司 生产的 照相机 これは ソニーの カメラです よし 大家学会 这个表达了吗 好 我们来看 今天的最后一个 例文 この時計は いくらですか 18600円です 这个表多少钱 18600日元 这个询问价格的句型 也是我们今天 学习的重点之一 什么什么 は いくらですか 什么什么 は いくらですか 比较简单 前面套上 你想询问的名词 就可以了 比如你去书店 想买一本词典 于是问老板 这本日语词典 多少钱啊 この日本語の 字書はいくらですか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终于学完了 今天所有的语法了 还记得老师说过 今天课程的最后 要做什么吗 对了 要带大家数 100以上的数字 咱们来看到 屏幕上的表格 白 我们已经学过了 读作 100 千读作 千 万读作 万 只需要在百千万前面 加上数字呢 就可以表示 几百几千几万了 造词法和咱们汉语 是差不多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有几个特殊的数字啊 是需要特殊发音的 比如300 读作 300 这里的百呢 就不是100 而是100 好 老师已经把特殊读音的数字啊 都用颜色标记出来了 大家待会儿 更读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另外还要强调一点 一百 一千 在日语里直接是 百和千 前面是不加一 这个数字的 而到了万以上呢 就需要加了 比如 一万 一万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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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亿 等等 好 记住了这些 接下来做的事情就简单了 跟着老师大声朗读吧 建议大家多读几遍 然后课后呢 要反复地多多练习哦 三千 三千 四千 五千 五千 六千 七千 八千 九千 一万 十万 百万 一千万 一千万 一億 九千二 九千二十 九千 二千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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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 九千 六千 四千 五千 五千 四千 九千二 すみません、時計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 1.田中さんです 2.私のです 3.誤解で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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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